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1937年生的 他现在应该还在世 但是这个年龄应该相当大了 这个就是这个Peter Burke 博学者以他的时代 那么他是麦田出版的 今年六月的时候出版 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英国历史学家 专门研究这个历史 他的这个学历非常的好 剑桥大学的文化史的教授 他说什么叫博学者 博学者大家你看这个意思就知道了 什么多方主题感兴趣 且深入研究的人 我符合前半段 但不符合前半段 后半段 我对多方主题感兴趣 但是我没有研究的 非常的深入 那这本书是探讨第五点 如何在日益专门化的文化里生存 就现在很多知识分工的很细 但像我这样子 知识很广播的人要怎么生存 那这个他这个里面 这个作者呢就提到了 就东方西方 他提到的知识全能选手 这个就像实相全能一样 你要全面学习 哇这个所以我现在买买书呢 以前我都是像我是金融 我以前是买金融 后来我经济也买 后来我社会也买 这个后来我这个政治也买 后来我小说也看 最近我小说看的比较少 然后呢这个杂志也看 我杂志看的很多 所以他就提到了 就是说是这个 早期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啊 就是古希腊的时候 那时候就讲说知识要很广播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工 是到后来才开始的 像那中世纪欧洲大学的时候 就是要通才教育 那在文艺复兴人 就是这个1400年到16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强调 这个多面通才 所以大家知道很多像达文西 达文西大家看他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 那他自己本身又是一个科学家 又是一个什么生物学家 又是解剖学家 他研究出来像飞机一样的东西 这个所以我们讲说 知识渊博的人叫做文艺复兴人 Renaissance man 就这个意思 那博学怪物呢 是之后的这个100年 1600年到1700年 他讲了有很多的 这些的这个 总共他列出了92位 包括神学 法学 政治 经济学 自然科学 天文学 医学 艺术 等等 这个就很多的 那这个 但是呢 后来呢 就是说到文人的时代开始了 就是知识呢 就是 这个由于 这个第二点很重要 资讯爆炸 他这个没有抛弃说 你要读很多 但是他不再强调 全面普及 所有知识 就是你 你不需要去懂 所有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想 有的 这个这个 电机系的人 自懂电机 历史系的人 自懂历史 音乐系的人 除了这个音乐以外 其他都不是很懂 但是这个 所以但是后来呢 还有一个启蒙运动 就是他就就是 强调 就是说要转向 限缩范围的 深入 所以我们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知识就进入一个 专门化的这个时代 那专门化之后呢 就是之后的下来的 一从1850年到2000年 就是领域化的这个时代 就是 所以这就是 那大家 大家 大家开始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 涉略太广 就是像我自己念气管 什么都懂一点 但都不是很懂 就被人家批评 你都不懂啊 就表面上都沾点皮毛 所以我们 我们的话呢 你只要一个项目 很懂就好 比如说你说 我资讯工程 就懂资讯工程 你不需要懂化工 你不需要懂生物 你就懂资讯工程 那那么呢 大家就强调了 这个专家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然后呢 就讲到将来这个专家呢 就是要团队合作啊 等等等等的 所以这里面呢 有一种知识合作 就一个人不要变成全才 那你的话呢 就是说是这个 有什么博物馆啊 学会啊 大会啊 就透过这些活动啊 把别人的知识 为你所用啊 等等 那么那但是呢 他这个作者分析 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知识 广博的这样子的人呢 就是说是 这个当然你自己本身 第二点像我一样 有好奇心 经历过剩啊 我的经历 我身体不是很好 但经历是很旺盛 那么呢 就是博学者呢 他必须要有超群的记性 专注力 快速吸收心思的速度 啊 这个很重要 快速吸收 经历 然后他第四点 就是热爱工作的工作狂 特质 这点我有 善于安排时间啊 我有 享受学习啊 非常有 解决问题的乐趣啊 这个 有啊 但是我 我经常解决不出来 那么 那他说 这这些 这些人的这个特质呢 都有 这个第二点 独立的特质啊 我不喜欢跟一堆人耗在一起 这个有了浪费时间 那么善于利用空间 并且利用人脉 网络 学习啊 所以我 我是不断的在吸收新资 不断的学习 但第五点 需要团队合作 以发挥自身的价值 没有人 因为现在这个知识暴大 你又是AI的时代 又是网络的时代 你就算你有一个超人的脑袋 也不够啊 所以要跟那个像唐凤一样的学习 那另外呢 现在就是要讲到跨学科 因为现在这个开始呢 这个知识以前讲的专门化 现在就是要要要反专门化啊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跨学科 就我们讲的这个跨领域啊 叫interdisciplinary啊 非常重要 那你透过一些非正式的组织 俱乐部啦 什么这些东西来学习 你不需要去弄个学位 有些人办读书会 什么等等 这个都是啊 所以这个 这个多领域的知识通才啊 大家现在就是新大学 这个星期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叫 课程叫后NBA啊 就是因为这个的原因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现在有带来的 这个第三波的 这个资讯爆炸时代的 这个原因的 这个呢 就是因为的这个 这个知识时代太爆炸了 所以没有人可以学 那么多的这个知识啊 所以在新时代下面呢 就是说是 这个知识是要分工啊 但是通才呢 就是扮演资源整合者 就是像我做的事情 各位 我今天来跟你讲这本书 我就是一个知识整合者啊 就是说是这个第五点 能整合各方资源与能量 打造生态与平台 所以我这个 你没有时间看书 我其实也没什么时间看书 我这本书翻完了 但是我已经搞懂了 那我就把我的知识 给你分享 我为什么推荐呢 就是说是因为呢 这个讲了博学者的特质啊 这个是现在呢 现在大家都要博学 你不是说你有多么的厉害 你多么的伟大 但你一定要跨领域的学习啊 那这个这个事实上 这个在五百年前 六百年前 大家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利用各种的工具啊 你要利用各种的协会啦 学会啦 读书会啦 要有个知识整合者啦 多多看这个老总的节目啊 多多的看黑天鹅学院 那你的知识啊 就可以啊 所以你不需要所有的知识 那有有像啊 这个Dr.Change这样子的 资源整合者 或者叫知识整合者啊 我们可以帮助每一个人 更成功更美好 好的以上是本周 我有各位推荐的好书 希望各位喜欢 下周我们同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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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